3,2,1 台北再见 早上好 今天是在台北的第三天 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吃早餐 今天要吃的是我来台湾的目的地之一 就去试一下刘妈妈饭团 我自己本身是很爱吃那种有嚼劲的米 然后喜欢吃油条在里面的人 我在武汉的时候就很爱吃糯米爆油条 所以今天就一定要去试一试 吃刘妈妈饭团 料好丰富哦 大家看这里面有榨菜 有卤蛋 然后有肉松 有油条 超大一个感觉吃了这个不用吃中饭了 一口根本饶不完整个 油条是很脆的那种 我发现这边油条都挺脆的 紫米的会更有嚼劲一些 还要了一个他们的黑米豆浆 去大安森林公园 我们现在在大安森林公园去找五月天 第一次演出的那个舞台 这里有在野餐的人 好多小朋友 我不敢抱我就拍一拍他 好可爱 嗨 坐下来 坐下来让人家拍照 好 你们继续逛酒餐街啊 对我们就住在那附近 好好好 谢谢 拜拜 自助餐食堂 看一看菜色有什么 好多卤味啊 去拍拍篮球馆好了 拍拍年轻的荷尔蒙 自己还会去打球吗 哇 拥 Avo 超dong比较� protein 这是我看过排队最多的一个地方 那个城山顶的青蛙状奶很有名 然后这是这个兰家鸽包 太夸张了 我们走吧 这是我的第一杯 米克夏 点的是大甲芋头鲜奶 里面可以喝到一粒一粒的芋头 不还可以 也不甜 然后奶味也很纯 我刚刚去吃了那个林东方的牛肉面 但是因为对面有拼桌 所以不太好意思 我觉得这个牛肉面好好吃 就是比起永康牛肉面更对我的胃口 我点了一个半斤半牛的牛肉面 然后点了一个花干 它那个牛肉面的汤就很浓 所以它的面也是有味道的 然后那个面做的是那种粗粗的 很劲道的那种 然后它还可以加它自制的那种牛油的辣酱 所以我觉得还蛮好吃的 然后那个花干也挺好吃的 所以比起永康牛肉面 我更推荐这一家 现在吃起来嘴巴里还有那种回味的感觉 不错不错不错 今天是在台北的最后一天 整个人都肿了 哇好肿啊 然后现在先在这个永康街附近吃个饭 去吃吃饭食堂 猪油拌饭 炒猪葱 三杯鸡 乌鱼籽 他们家必点的猪肝 那个乌鱼籽感觉好苦啊 就感觉是糊了的鱼籽的味道是不是 我们刚刚了解了一下乌鱼籽的功效 决定含泪吃掉了 然后这个猪葱就像是韭菜一样 这个还挺鲜的 猪肝可以吃苦种 刚好今天种的不要不要的 多吃点 我们好像20分钟就吃完了 点菜上菜撤碗都非常的快 所以人流动的挺快 还不用排很久的 对 据说东区是一个寸土 寸巾的地方 我想坐在这种小巷两边的房子 都会比较贵吧 60平米 1000 1000 万人民币 一个美好花权洗丝 然后一个招牌 芝东居本园 在台北的最后一餐 我们又来吃麻辣锅了 要了一个麻辣锅 一个冰淇淋豆腐锅 这个冰淇淋豆腐吃起来很像鱼糕 很鲜还蛮好吃的 这个牛肉看着超好超肥的 然后这个是猪肉 好像就是有护照 它可以给你加量 这个是鱼皮弄到透明就可以吃了 我最爱的鸭血 送的水蜜桃冰沙 干了 完满结束 好喝呀 吃完饭又下雨了 我们现在走回酒店要拿行李了 大家看那个尖尖是101 你看到了 耶 呵呵 那江镇灯磐霜 神秀的小房船 香菇蝶离不开 有花香的地方 宁静的小香 一杯用喝豆浆 我在细细品尝 天淡的家乡 年红灯点亮 关于夜市的香香 孩子们捉迷藏 在找爱吃的糖 昏黄的夕阳 龙山似的老墙 我坚持变着香 就那一株希望 我坚持变着香 小一点臭痕 多一点的磨磨 小一点寒冷 多一点的温暖 多一点的温暖 用狂草写雨满 用风跑住一座 这么多永恒 时时代代的见证 天灯让人设身 可以许下愿望就别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